只有一个点 这个安卢库啊 所以他比较孤单 这个进攻也是很难是能联系起来 虽然这个阿莱克斯斯科特呢 经常前插协助进攻 但毕竟呢 这个标准意义上的这个中锋 今天呢 只有11号安卢库一个人 还不像上一场比赛 还有一个身材更高大的桑德森 在前面呢 这个作为高点 作为中锋 安卢库呢 是隐藏在他身后 堵住战机 今天呢 是安卢库一个人顶在最前面 这次突破对抗 这个裁判 是这下 是犯规手上拉人 还是很明显的啊 这个大家都在等裁判的一个判法 稍有犹豫 英格兰队呢 想的是比较积极 刚才这下突破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明显 但是在手上的干扰之下 这个 这个 这次突破是没有打成 林格兰队中场抢断了 送过顶 力量给大了 其实如果说 单论身高来讲的话呢 安卢库在面对澳大利亚队员的时候 他完全是处于下风 就送这种过顶球啊 让他去抢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的一种战术方式 其实看过了两队的比赛之后 说实话 中国队呢 在技术能力方面呢 我感觉从个人来看呢 应该是在英格兰队和澳大利亚队员之上 而且呢脚下灵活出球速度快 但是呢 跟对方相比呢 差距呢 就主要还是体现在这种身体条件方面 当然在现在这个足球发展当中啊 在身体对抗 属于劣势的情况之下 你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呢 发挥出来 这边 一次很好的反击机会啊 澳大利亚队没有控制好 这个科尔就多待了那一下 我第一时间把球传到门前 这个其实队友的跑位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 是 已经是到位了 叫球还是打到中路 巴特斯利的身体条件非常好 个子很高 相比于澳大利亚队派出了世界杯的原班人马来 中国来参赛 那么英格兰队呢 人员方面呢 则是跟世界杯是相比有了一些变化 这次呢 他们是一共来了 有11名参加了 此前加拿大世界杯的球员 不过呢 这个大部分都是主力 也算是把这个框架保留住了 只不过呢 是补充了一些 这个年轻的队员 或者是他需要考察的一些队员 其中呢还有四个人是首次进入英格兰队 所以英格兰队它这个练兵的意图呢 是比较明显 另外呢 中国队也是比尼刚刚上任不久 所以呢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呢 来考察队员 来达到练兵的目的 成绩方面呢 也说了 要求并不是这个特别高 一定要争取比赛的胜利 或者怎样 这下有点多 哎呦 好在自己转身这下还很快 上响动作太大 比较冒失 自己拿球之后啊 这个呃 哎 这是一个好球 转身 四传四射 这也太可惜了 嗯 其实呢 他在这个位置呢 转身过来之后 如果感觉好 可以射门 这也论双方脚下的技术的特点 哎呦 也是有点危险的 这英格兰的球员 可能脚下的 感觉这个技术上 会稍微的粗一些 所以在面对他们的时候 比如说像日本队 为什么能够说是不落下风 能够在世界租坛呢 占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还是呢 就是说技术方面呢 是有优势的 在面对这些 应该说尽管看上去排名比较高 实力好像比较强的球队的时候 这中国队呢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化风格的特点 对 其实如果拼身体的话 呃 跟澳大利亚跟英格兰 基本上是没得拼 那么你就要发挥自己的特点 所以日本足球这几年 就是比较的聪明啊 你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情况特点 那么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 这个脚下的控球啊 都是他们的优势 原射了 上半场比赛打了25分钟 两支球队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相对来说呢 澳大利亚队的机会更有威胁一些 澳大利亚队希望通过传球来调动对方 他们这个传控比英格兰队打得更耐心 相对来说 确实像上市岛介绍的一样 脚下的技术能更细腻一点 当然呢 这也仅仅是一点而已 这次传球 这个确实是 他可能是想 长传球找自己的中锋 但是又是替代了外脚背 直接出了边线 女的球员啊 确实这个 可能练球练得比较晚呢 这个对球的感觉就没有男族的球员那么好 所以你看到英格兰队这样的表现的话呢 除了他拿到世界杯第三 那么中国队照这样的话 世界杯上李英也取得相当不错的排名和成绩 再次给了英格兰队的前场定位球 其实如果澳大利亚队的这个防定位球 还是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我想其实很简单啊 多派上几个厚点的插上的流言 还是找那一个 但是落点又不好 其实如果说你想只是通过后点的摆度 在门前再寻找机会 也大可不必说这样来安排任意球的战术 你就正常踢后点的安排两个人去争抢 后点然后摆到中间再有人插上 对吧 其实这个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其实刚才这几次英格兰的目的 都是想采用这种方式 后点把球点到中间来 但是这只是那一个点 那么现在 那么这三次都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还是要总结一下 下次怎么样对付这种 其实澳大利亚的比较冒险的 这种防定位球的方式 强突 没有出界 采判还是示意球已经先出了底线 就从我们观察来看 这球好像整体还没有出底线 没有完全出 是 这个底线裁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像是这个中超赛事当中 这有底线裁判 有时候跟没底线裁判 这边线裁判 这个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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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好的 这个前点打得还是相当好 就是门前这一下 其实这次船跑是完全甩开了 应来队的防守 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好 有球速有落点 最后这个投球那一下 没有处理好 其实论两队的整体 澳大利亚可能会更强一些 英格兰队可能 更多的会选择单兵作战 虽说是集训 开始不久 都打了一场比赛 但是能够感觉出来队员们还是很默契 再送进来 双方都有手上的拉拽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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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来说确实澳大利亚对踢的更有章法一些 注重一些边中的结合 还有一些球的转移调动 好球 拉开之后再边路一个空档 选择一对一突破 但是这个假动作 这个跨腿啊 那速度还是比较慢 这段时间压着英格兰是有点喘不过气啊 澳大利亚的外围控制得很好 现在来一下 我们开始准备打扮 要开始跳 双方 三只 三只 一只 四伏特 需要队友上来接应 这个半天 没有自己的同伴上来接应 但是对方形成了一个 二抢一的协防 对方回房子要更快 对方形成了一个 现在对于澳大利亚来说 防守应该是比较针对性 看得出来 英格兰队安卢库 11号这名队员 在进攻当中的作用非常大 一方面他能够自己拿球直接进攻 同时他还能够在封线上接应来做球 如果说要把他这个点 防好 按住的话 确实英格兰队的进攻 应该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跟谁 prest选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比赛打着打着 那么这个主动拳 还是在澳大利亚一方 可以完全的控制着比赛的节奏来踢 打的是游刃有余 这球能倒起来 是的 所以这个就比较好踢 能够进行多点连续的一些传球 尽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失误 但是相对于英格兰 基本上没有连续连贯传球的这种进攻 确实应该是高了一个层次 看这种盲目的踢长篇球 拱手把这个控球拳让给了澳大利亚 所以说实话 看到英格兰队这样的表现 很难把他和这个世界杯第三名啊 这个联系在一起 虽说是人员呢 有了一定变化 这个可能更换了 这个一半的队员 但是呢 这个主力队员还在 差距呢 也不应该是这么明显 这么大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是这个门头往前跑 强突对手 诶 漏了 混战打门 打在门框上面 安卢库 这个是防守当中出现了一个失误 就刚好是落在安卢库的身前 有点可惜没有把握度 是 澳大利亚的中卫的一个帽顶 给了安卢库一个机会 但是他太想发力了 这一刻 断球 塞过去 好的 拉开一脚低射 角度太小了 也没发上力量 诶 克尔 克尔上半场比赛 一个人就已经有了 至少三次成功的射门了 进行上英格兰队的队员跟进也比较慢 诶 克尔上半场比赛 进行上英格兰队的队员跟进也比较慢 这 投入的人呢相对较少 来看刚才这个球 高点的判断方面出现了失误 冒顶之后让英格兰的队员呢 是形成了一次传球配合 最后安卢库射门打在门框上 安卢库呢 是来自英格兰的切尔西女足 在这支英格兰队中啊 一共有八名队员是来自冠军球队 英超的冠军球队切尔西 另外呢 有五名队员呢 是来自曼城 这两队呢 队员呢构成了球队的一个主体框架 但是虽然曼城的球员呢 在数量方面在队伍当中比切尔西的队员要少 但曼城的球员呢 在球队当中基本上都是主力 试剧杯时候也都是基本都是主力 总算是有一些配合 在长传往前打 哎呀这身体能有优势能够挤过去 上一场比赛 对阵中国队的时候有进球 这安卢库呢 就是依靠自己这个良好的身体条件 这个冲放出来了一个机会 上半场比赛打了四十分钟 双方呢还是站成零比零 一切走 对队人们维线的位置 一切走 除了总算是摩擦 在在上一场户内 不知就会 澳大利亚比英格兰好就好在他们整体啊 这个球所有队员都能参与到 这个进攻当中都能倒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优势 所以他们可以完全掌握这个比赛的主动权 而英格兰队更多的就是靠这个阿卢库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能力向前突 但是这种踢法一旦他的状态 如果出现起伏的话 整支球队将会非常被动 球船有点大 还有英格兰的后卫的解围不利 泡边 这步汤呢有些大 是 非常可惜浪费了一个进攻 但是外围的第二点还是澳大利亚的球员控制住 再转移 这套路打的还是比较清晰 确实比英格兰队呢 有想法也有办法 这套路打的还是比赛的 所以我们会让它们开始 这套路打的还是比赛的 这套路打的确实 原射 混战之后 外围交原射 虽然说 澳大利亚队创造出了不少的射门 总体来说 英格兰的防守没有出现太大的错误 再加上门将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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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卡利用速度能不能突进去 但是这个速度没有态度的优势 确实英格兰队的整体 球员的这个身体的素质 力量啊 速度 还是占优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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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右路来发展 这时候主打扮并没有给过多的补食 上半场比赛刚刚踢到45分钟的时候 就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尽管上半场比赛 两支球队呢都创造出了一些机会 但是始终是无法进球 在上半时 英格兰和澳大利亚队是打成了0比0的平局 当然呢两支球队的状况来看呢 都并非是最佳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下半时比赛呢 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和改变 各位观众 好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来观看 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 在重庆永川所进行的国际女足邀请赛 这场比赛呢是由英格兰队迎战澳大利亚队 双方下半时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上半场比赛过后 两支球队是战成了0比0的平局 从绝对的机会来看呢 澳大利亚队更多一些 尤其是在封线上面 进攻的队员克尔是最有威胁 一个人呢是有三次颇具威胁的射门 而英格兰队这边呢 更多是依靠个人能力 比较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呢 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队后防队员出现的一次冒顶 下半时比赛 由澳大利亚队来开球 在下半场比赛 澳大利亚队呢是从左向右进攻 英格兰队呢是从右向左进攻 好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 下半时比赛正式开始 下半场比赛继续是由尚云龙和巨叶 一同为您送上解说评述 欢迎您的收看 那如果说最终呢两支球队都没有办法进球 打成平局的话 那自然呢是一胜一平的中国队 是积分的最高 获得这次赛事的冠军 因为这次呢只有三支球队 所以呢是进行这个三支球队之间的单循环 就是每支球队呢都要打两场比赛 最后呢来排定这次邀请赛的名次 下半时比赛两队在人员方面一开场都没有变化 解围的时候踢到了对方 这裁判并没有出牌 而是把澳大利亚的队员呢是叫到了身边警告了一下 动作还是没有收啊 比较大的一个上抢动作 看看这个前场的定位球是 买到了左边 没错 换了方式 哎呀 但是这个 这个落点呢总是不理想 下半时一开场的英格兰队的 拼抢的这种势头啊 似乎比上半时呢要好了一些 对我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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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往中间梯还是比较危险 跑在自己的队友对这个球的处理还是比较合理 感觉下半场上来英格兰队好像气势上要比上半场要好一些 经济神更足了一些 而且投入的兵力也多了 而且被露过来门将及时出击 门将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 这下出击还是非常的关键 他对前面这个球有可能露过来 是有一个预判 英格兰队防守队员12号是弗拉赫提 大脚是没开好 直接踢出了边线 好球 漂亮机会来了 有了球进了 这是今天英格兰队进攻配合打得最成功最漂亮的一次 这个英格兰队下半场感觉判若两队啊 是 上半场比赛踢了45分钟都没有一个一次这样的配合 哪怕是在这个中前场都没有 不要说是在进区前 这次这一连串的一脚传球线路非常的清晰而且很准确 最后呢是克里斯坦森的进球 帮助英格兰队呢是1比0领先了 这个一脚的直传球很关键 那么也是 其实这一下澳大利亚的球员呢 这个防守的重心 他们还是去跟着球了 结果是把这个前面最有威胁的球员露了出来 而且第一时间呢也是认为对方可能还是一个边路传中球 没想到呢会来一个直塞身后 这边也形成了突破 有一些哈自己没有控好 先出底线了 刚才这次进攻啊 这终于是打出了一下世界世界杯第三的水准了 嗯 嗯 好的 哎呀 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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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判罚还是很准确 这种球传的两个人是没有想到一起去 即便是自己的队友能知道他要给一个身前的支传球 但是这个球速也太快了 这个时候澳大利亚的这个场上的球员 有没有必要做一个调整啊 感觉下半场上来之后 这个精神没有上半场那么好 这下一脚敲就漂亮了 这下一脚敲就漂亮了 好的断球 看看速度 看看反击的机会啊 再送10号力量给小了 下半时比赛英格兰队的队员跑动比上半时要积极了很多 再船 你叫打门 还有机会跟上来 哎 可惜了 射门没有吃中部位 这英格兰队感觉确实啊 这个是突然发力 最后是吉尔斯科特的一脚射门 把主教练马克桑普森呢也是 很遗憾 这个惹火了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把握住 哎 底下领的不错 再传 抢前点的时候慢了一些 哎呦 这么踢下去 这个澳大利亚的可能还会丢球啊 对 感觉这个剧情真的反转了啊 上半场比赛 澳大利亚战友多次有威胁的机会是由他们创仓 在下半场比赛哎 踢了不到十分钟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英格兰队呢 完全是把澳大利亚压制住了 而且有进球 还有吉尔连三的攻到门前形成塔门的机会 反而是英格兰队这边呢 要换人调整啊 11号安诺库换一下 他可能今天呢 这个在前面啊 这个跑动比较积极 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这时候呢 上场的是朱迪泰勒 朱迪泰勒也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 今天算是一位老将 29岁了 但国家队的这个比赛经历呢 并不是说特别的丰富 这次是朱迪泰勒 2号布朗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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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慢了 用篮队断球 还是取了出界 面对这样的被动局面 澳大利亚队呢 一下是连换两人 首先呢 是2号的克鲁莫 1号拉利萨被换下 上载的是17号西蒙 卡川 另外是19号 玻璃卡提纳被换下 上载的是13号 布特 卡米卡 这组本会提供的澳大利亚队员的这个翻译 还是很接地气的 这个歌里 翻译成锅利 这个一看就感觉像是一个中国名字一样 喂 脚球 看看在运动战打开局面的情况下 澳大利亚能不能利用定位球啊 这个脚球 这个空中优势 能不能取得进球 固点 固点还可以啊 但是浮现比较高 外围 但是没有吃中部位 东西 都可以吃 这种小型的东西 这种小型的东西 这个地方 这种小型的东西 第二个 就是 这个地方 这种小型的东西 也不懂 这是 是 英格兰队在下半时比赛也是加强了中场的拦截和压迫 这也使得上半场比赛澳大利亚队打得比较成功的一些传递配合 下半时比赛是受到了压制 这样的传球力度让队友接起来很困难 转发生了非常优秀 中国地方在我们的财务进行中 亢磊飞了 中国地方在财务中的心脏 基本的策略都挺有关系 小时俩的力量 我们两半只能发现最维 predictive重困难 有辖尖利已经在不太迟 大利亚队 已经在哪里 互助亚的封业 这下是催了英格兰的球员是夹球 裁判第二下吹回来是因为这个球没有放在事发地点 好的 别弄的突破 克尔英格兰队协防很快 克尔下半时比赛和上半时相比状态也是比较大的一个下滑 自身的失误比较多 也并没有在进攻上得到队友的太多的支援 好 看一看澳大利亚队能不能利用好脚球 10号艾格蒙德去主阀 脚球数量方面澳大利亚队是四次 而英格兰队只有一次 开前点就直接是打在这边往上 澳大利亚队的防线呢 整体确实不错 但是防线的处理球啊总是让人担心 这一下 投球想解围 但是没有顶出去 传球上出现了低级树 刚才这吹了澳大利亚队员的防守份规 进入换人调整之后 现在澳大利亚队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起色 反而是澳大利亚队现在在中场的控制稍微有些不利 三个进攻点 第一时间吹了英格兰队的防守压人犯规 因为没有中国队的参加 所以呢今天呢只有不到6000名的观众到现场了来观看这场比赛 如果是有中国队的比赛的话 起码呢都是一万多人 澳大利亚队下半时比赛犯规比较多 五号 奥利维 采种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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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澳大利亚在下半场的进攻组织来看 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乏力 反而英格兰在下半场确实突然的这个乏力之后 感觉这个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 可能也跟澳大利亚队在上半时比赛拼的比较雄有一定关系 另外呢在体能方面 我觉得应该英格兰队更好一些 毕竟澳大利亚队是礼拜天刚踢完比赛 现在呢紧接着进行第二场的赛事 也未了 而英格兰队呢则是在礼拜五那天跟中国队踢完之后呢 就一直呢在等待着这场比赛 相对来说呢休息调整的时间英格兰队更长 这判法是非常的清晰准确 好球 赫尔 调整之后起球 露点不错投球 争到了 但是呢顶到了球的下步 因此这球啊 线路角度并不是特别理想 这种传球想发上力非常的难 非常的难 这个传球没有球速 只能靠他自己的腰腹的力量 但是又是女足 所以这种球非常困难 有点误会 还在做 随着比赛的进行啊 双方的体能 其实下降的都挺厉害 这个速度啊 包括动速的频率都是慢了好多 在做身后机会来了 这门将立功了 这脚球船呢应该是世界级的 对 穿透性极强 我门将的表现也是世界级的 但是这下如果不停球 直接脚尖一捅 可能还有机会 中路的一个直塞身后 他就是想直接打了啊 但是门将也是看出了他的意图 奥大利亚路换人 换下6号 也能逃这样 换上14号 肯尼迪阿拉纳 换人 肯尼迪阿拉纳上 换下也能敲这样 刚才英格兰队应该是6号 基尔斯科特的传球 直接给 看第一下能不能拿过 这第一下没有挺好啊 这个紧接着这次进攻就没有了 还得让黄牌 还得过高 就行了 找起来 找起来 你没关系 一人 来 是 是 这些船太直了 这些船太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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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支球队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整体来说是更为年轻一些 大部分的球员都是90后的球员 而英格兰队中还是有着不乏一些老将 上头有一个犯罪动作 所以说呢要说在体能上啊 应该是澳大利亚队其实应该更有优势才对 今来说的是澳大利亚队 兴奏都没有了 最有趣 WE ARE 间调和美打到僚 Golden DK 1 1 4 5 6 元 01 职皇 全场比赛呢 也是接近75分钟的时间了 比分上还是下半时比赛 刚开始不久英格兰的进球 现在是1比0点 为了越位 强托 看看接应的情况 球第一下就没有传出来 防守呢还是贴得比较紧 比较到位 卡纳利亚队员的身高啊 还是有一定优势身高腿长 刚刚上场不久的14号 肯尼迪 刚才在边路的解围破坏 英格兰队获得脚球 今天呢在脚球数量上 英格兰队是少于英格兰 少于这个澳大利亚 这次比赛呢 对于中国队来说呢 这次比赛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热身内兵的机会 毕竟呢距离明年2月底3月初 奥运会预选赛时间也不是很久的 任务比较兼具 所以这次比赛打完之后呢 马上还要进行连续的一个集训 队员呢还要参加一些这个国内的联赛 然后呢就要进入一个相对比较系统 备战的一个阶段了 没有选择直塞身后球 分到边路再起球 这个应该是想传球 但直接是分向了底线 比赛呢有时候踢的不是特别的连贯啊 因为一些犯规还有节奏呢相对比较慢 所以总是出现一些中段的情况 还是越位 你不拿 财犯的伤害也不小 规则呢也是根据场上的情况 你一旦处在越位位置来接球 那么你去碰这个球 去拿这个球 就判你越位 这位英格兰队五次奥丹利亚队没有 一方面呢也说明了英格兰队加强进攻的这种想法势头 另外呢看得出来澳大利亚队还是比较谨慎 防线之间保持的距离也刚好 好的 看传承球的质量 哎呦送了一个低瓶球 这个就是不合理了 其实队友是在后点要一个高球啊 如果低滚球的话前面有三四名防守职员 这个球怎么能吞得过去呢 再棋 额线太高球速太慢 比赛已经打到八十分钟了 其实比赛时间流逝了 澳大利亚队这段时间也基本上没有组织出来太有威胁的进攻 其实到了下半场 澳大利亚的攻势就没怎么提出来 确实是像之前说的 上下半时判若两队 是 对球的判罚应该是也是毫无争议 好 好 适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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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其实英格兰队到了下半场确实传出了比较好球 这个刚才队下如果是再往回传一点的话 这球估计也能有 还有刚才那下直传球 好带一个套边 但是没有摆脱开 身体扛住之后再寻找机会 一对一对抗 这个都是这种传统的 有点传统英式踢法的感觉 对抗都很硬了 谁也不怕谁 对抗都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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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挤过去啊 试试的跟进插上 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断下来 手上有动作 第一场比赛呢 英格兰队是输给了中国 假如这场比赛是英格兰队获胜的话 英格兰队也仅仅是一胜一负 澳大利亚队呢 就是一贫一负 这样的话呢 还是保持不败的中国队呢 分数更高一些 比赛最后呢 也还有一点点时间 你觉得这个上下半时比赛当中澳大利亚会出现在场上 如此大的一个反差情况 你觉得原因在哪 这个可能上半时啊 这个可能 英格兰队他们的状态出的比较晚 所以他们的进攻上不来的情况下也成全了澳大利亚 那么到了下半场 可能英格兰的 可能中国中 中场休息的调长之后 他们的进攻 现在也是打得非常好的 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也是抑制了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下半场的发挥 所以这个两支球队上下半场的这种表现确实很有意思 澳大利亚还是非常希望把比分能够搬平啊 中场中场 中场 中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刚才这一下英格兰队呢 就在前场展开球地比小 就是呢毫不退让 他抢不下他之后呢 也把这个时间消耗一些 也不让你展开自己的一个进攻 看这个出球的动作 就知道这个球肯定是出界了 这感觉两支球队啊 这个基本功 并没有我们中文队的 这个女族的这帮姑娘们 这个基本功要好 所以 虽说是之前和澳大利亚 打成了1比1 没有能够击败对手 中文队呢在某些方面呢还是有优势特点 就看看这教练的调整怎么样 还有届时这个状态 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如果说能够 体现出来世界杯时候那种状态 或者在新教练的打造之下 能够更好一点的话 那想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有希望的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最重要的赛事呢 是奥运会预选赛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朝鲜 而越南应该说啊 这个中国队呢 面对哪支球队的时候 除了这个打朝鲜可能 呃优势稍微大一些 比较有把握之外 打其他的几支球队 都没有说能够有这个 击败对手的这种实力 或者绝对实力 但是呢这个 也同时要看到自己呢 也同样 在某些方面呢 有优势 比如说像面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 也能够啊 和占据一定的上风 关键是届时啊 要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 还在带 又是带多了一下啊 而且这个球带的不顺 没有办法出脚船中了 好 澳大利亚要获得脚球 今天脚球数量呢 是不少了 打前点 机会来了 射门没有压住可惜 他自己打门之前 那之后他这个 自己的信心都不强 反正球到我这儿 我就来一脚吧 这后球是没有压住 身体也有些后痒 对 所以把这球打高了 他对自己的射门 也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哼 这球没有挺好 这球第二下就是 全球没有力了 那英格兰这边呢 在11号安禄库下场之后啊 前面好像这种接应的能力也下降了一些 也是有些拿不住球 不如安禄库在场上的时候呢 就进入打得那么丰富 他也从来收到一个码钢 太高了 再来一个高的 这些场都是门将 对 平平平安禄的门将 巴特斯利身材比较高 摘这种球是没有任何问题 巴特斯利也是今天31岁的一位老将 效率于曼城 下半场有两分钟的上停捕食 这时候英格兰队还要进行一些货人调整 希望把这个比分优势保持到中场 再来一脚传中 找机会把球传出去啊 这样的话 英格兰队还是非常的顽强啊 看能不能守住最后的一分钟 好的直线 但是这一下英格兰队中卫补的很及时 英格兰队还是利用规则 再更换一名球员 这一次换人又用了十几二十秒 那么这个比赛就基本差不多了 进球的克里斯坦森换一下 进球的克里斯坦森换一下 进球攻击啊 劳拉库布斯上 从他转过来这边 华纳利亚队在门前差一点有机会形成 形成破门 再往里打 五十个时间其实已经是过了两分钟 随着这次解围完成 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经过了九十分钟的激战之后 英格兰队呢 是同线下半时比赛的一个进球 最终是一比零 击败了澳大利亚 获得了这次邀请赛当中 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在两场比赛过后 英格兰队的战绩呢 是输给中国 是击败澳大利亚 而澳大利亚呢 则是一平一负 这样的话呢 在两场赛事当中 中国队呢 是一胜一平 能拿到四分保持不败 获得了这次邀请赛的冠军 这次赛事当中啊 确实感觉两支球队的状态 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我们既从和他们的交手当中呢 是得到了锻炼的机会 同时呢 也要看清楚了两队 目前存在的一个 是实力方面的一个差距 与不同 原装车车载4G Wi-Fi 700平均网络覆盖 车到哪里 都没有事 咱们 3个人 1个人